你知道29号开始是各个委员会 就要开始运作 我们来花莲举办这样的一个共识营 公民党立委齐聚花莲参加共识营 三天两夜行程 想要团结蓝营未来在立法院推动法案 但光是行程费用就被爆出没共识 没有这个从第一天我们在决定要办共识营 也会根据过去的惯例 都是由党中央来主办 委托党团来办理 所以不但现在这样 过去这样 明年我们昨天也宣布了 要准备在台中谷官来办 那也都是会秉持这样的一个原则 由党中央来负责 主席朱立伦急忙博士谣言 原本传出包括党中央兰委 都认为这次相关费用由副办处理 但最后变成兰委一起分摊费用 让部分兰委为此不满 有意直接达到回复 没有啊 哪有这么 都做到立委了 还有说来这边说 没有出钱我要走了 怎么可能 这故事情节编的也太荒谬了吧 其实我从头到尾都不晓得 就是钱的这个问题 那是到后面知道说是 主席招待我们 然后也非常感谢主席 他就是跟大家打个招呼说 就是这一次的费用 就由主席来招待大家 费用问题乌龙化解 而招委选举这次是否 当然不让 结果也出炉 确定不会蓝白河 司法委员会拟派吴宗宪或林思敏 内政委员会则拟由 无党级立委高金素媒 而外交国防委员会则是马文军 至于经济委员会 由杨琼英出任 财政委员会拟由罗明才 交通委员会由陈雪生 教育是柯志恩 王玉敏则为涉还招委人选 如今随着招委拍板 以自家人为主 国民党团接下来 也将在立法院监督行政 介绍网中陈欣怡 花莲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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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